Hello 这是干天安老师 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呢 就是也是从去年月展开始吧 我做了比较多的这个设备测评类型的视频 同时呢我也越来越多的关注国内的这个吉他测评这个生态圈 作为一个从业者 同时呢也是消费者 我想聊聊我最近段时间的感受 以及我想聊聊我对于吉他测评的理解 以及呢给大家一些关于如何去看待这个吉他测评的一些不成熟的小建议 那我做吉他设备相关的分享的这个测评的时间其实很长了 那从我15年刚开始做这个B站频道的时候 我就已经开始做相关的测评了 那么那个时候呢王安全全是自发的 没有任何吉他的目的的非盈利性质的 单纯的觉得好玩想要做这个视频而已 然后呢随着我的频道关注度越来越高 有很多的厂家找到我 希望我去测评一下他们的产品 那随后呢我的频道陆续发展到现在 测评类型的视频呢也一直是我诸多视频类型里边 比较常出现的一种啊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这个现象 就是这两年特别是疫情以后 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 突然涌出来一大波新的up主 开始做吉他相关的测评 而且特别卷 从拍摄手法呀录音方式啊脚本等等 看得出来是下了很多的功夫的 那品牌呢也开始去注重找这些所谓的网红吉他手 或者说是KOL去测评自己的设备 会有大量的营销预算花费在这个上面 很明显这已经成为了一种产业链 那我因为最近回到国内以后呢 受到了更多的测评的合作邀请 所以我也花了更多的心思 去了解国内的这个吉他的测评的生态 那这几个月我的观察里面呢 我有一些自己的感受啊 首先我觉得这本身是件好事情 无论是出于消费者的角度 还是存在者的角度 还是厂家商家的角度 测评和推广本身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up主需要生存 其他厂家需要生存 大家都需要生存和赚钱 这本身没有任何问题 而且确实也可以帮助消费者 更好的去了解他们感兴趣的产品 新兴的设备和品牌 这本身是一件双赢的事情啊 但是问题是 如何去平衡客观专业的测评 以及纯商业推广的广告 以及作为看测评的人 你如何去从各种不同的测评里面 获得真正有价值的信息 关于这个问题 我想作为一个观众的角度 聊聊我自己如何去使用测评视频的 然后说说我作为一个从业者 作为一个测评视频的制作者 对于测评类型的视频的理解和我的坚持 那我自己平时业余时间 是比较喜欢看欧美油管上的那种设备 相关的视频啊 我看的更多其实是一些设备的分享 科普和试玩性的视频比较多 我更关键的是有什么新的好玩的设备 以及关于这些品牌啊 设备有什么有趣的背后的故事 或者说我但是觉得 这个做视频的这个频道的人啊 无论他玩什么设备 说什么设备 都很有趣都很娱乐性 比较好玩比较能下饭 比如说我常看的像Andertance呀 The Pedal Show啊 Firewatt World和The Chuggest Guitar Show之类的 其实更多的是 作为一种半娱乐性知名去看的 那我比较少看的这种 相对比较干和硬的正儿八经的测评 或者说推广目的比较明显的视频 因此呢 这也是为什么我比较少看 国内这种同行的测评 为啥呢 因为第一个 我自己是做这些视频的 我看这些视频会 不自然的进入一个工作状态 就是去分析这个人视频 做的哪里好啊 哪里不好啊 我做的话我会说去做等等 其次呢 我心里很清楚 这些视频里边 真正的有价值信息 到底能有多少 那这些正儿八经的 相对比较严肃的测评 抛去那些整活的梗 脚本上的花头 拍摄手法上的一些 看起来酷炫的镜头 运镜等等 和产品本身无关的这些东西 真正有价值的就两个 一个是视听的音频的本身 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测评者 他的使用感受和他的一些看法 那关于视听这个问题啊 我觉得这是一个 一直都比较有争议的话题 也比较容易有误导性 那作为一个专业做视听的 我在这边说一些 可能会得罪同行的话 所有这些专门做视听的 包括我在内 只要我们想 我们可以把任何设备 吉他 效果器 音箱等等的音色 做的听起来非常专业 非常牛逼 我们也可以把任何设备的声音 做起来听起来像屎一样 因为很简单 吉他音色是一个系统 我也在视频中说过无数次了 从你的演奏手法开始 到吉他 到效果器 到音箱的前后级 到箱体 到麦克风 到后期的处理 我里面还没说什么线 琴弦 然后拾音器 我都没讲 就是笼统说都已经有这么多的环节了 那这整个链条 每个环节都非常的重要 甚至大部分人最关注的 像吉他 单块等等 在我看来都不是一个音色里面 最重要的部分 所以一个专业的测评人 他做视听 一定有一套自己熟悉的 能做出好音色的链条 那无论这个链条里面 具体用了什么样的设备 那么在这个前提下 你给他那套里面换任何一个东西 他只要轻微的去根据情况 微调一下剩下的环节 依然可以获得一个好的音色 我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平时用 Fender Custom Shop 我的Strap 接我的单块和我的管箱和我的Aux 有一个比较常用的 我自己比较喜欢的这个预设音色 那如果我需要做一个 千元级别吉他的视听 那把我的Fender Custom Shop Strap直接换成一个 千元级别的入门 这种Strap类型吉他的话 我只要微调一下音箱上的参数 甚至我都不用管音箱 我只要去动一下 我像我机上的这个EQ和Game 让这个其他的EQ反馈和实际器输出 更加的接近 然后呢 适当的改变我自己的演奏方式 触弦的力度和位置 包括播片触弦的角度 我就可以获得一个非常精进的音色 那刚才说的这些东西 可能我不讲 你完全都想不到 还可以这么去操作 但这就是一个专业做测评的本领 那就导致你单纯通过视频 去听盲天 是很难听出区别来的 然后你作为一个观众 你又会获得一些这样的信息 哦 这个千元级别的入门其他 它可以媲美 或者秒杀万元级别的 分的customer 没错 视频里面你听出来确实是这样子的 但是我作为一个制作者 我心里很清楚 他们今天的手感 音色反馈的感觉 音头的触感 动态的加速感 区别是有多少 而且很多东西说实话 哪怕我想要表现出来的区别 在视频里面 通过视听是没有办法表现出来 所以关于视听啊 我个人的看法是 你不要太当真 你还是要听的 但是听的时候呢 你要有一定的分辨能力 就好比你出去和一个女生 去dating去约会 你看他网上发的一些照片 你心里边得有一个预期 就是这些照片 大概率是通过化妆 或者ps的结果 你看到真人 你得体现有一个 落差上的心理预期 这不代表这个女生是骗子 也不代表这个女生 真人就很丑 当然一些比较过度美化的 那种照片的情况 应当别论 同样的道理 我觉得在网上听其他事情 你也得有类似的这种心理觉悟 以及最好是你对这个做测评的人的音色喜好 他过往音色的特点 他的音色的一贯的质量 有一定的了解 那你听他做的音色听得多了 很熟悉 你有的时候才能 光从视听里边能听得出来 这设备的一些特点 以及这个设备到你手里以后 它大概会跟视频里面有多少的差别 所以我做视听有一个原则 或者说有一个努力的方向吧 我还是会保证这个视听本身质量是高的 我用的这个配合的设备都会选择是比较好的 但是我不会一味的去美化视听 一旦我对一个设备的音色的特点有了解 有认知之后呢 我会在视听里边尽量的去突出这些特点 让这个特色更加的可以被传递出去 而不是一味的追求所谓的好听 比如有一些中低价位的吉他 他本身声音是中低频比较缺少的 高频是比较多的 比较单薄 比较轻量一点 那既然是这样子 如果我想让音色听起来很好听 很简单 我只需要选择一个中低频比较饱满的音箱 搭配合适的箱体就可以了 做出来也可以是那种非常甜美和肥厚的音色 听起来呢 可以和几万块钱吉他有的一拼 但是我不会去这么去做 是因为这样做没有任何意义 这变成了单纯的show off 无论我手里是什么设备 我听起来都牛逼坏了 这对你开始评论有帮助吗 没有对吧 所以我一般呢 会用我手头尽量各个评段 反馈比较均衡的设备 去让这个设备本身的特点可以显示出来 或者说特意的去放大它的一些特点 所以无论我做的好或者不好 至少我一直尝试做这样的事情 所以你们会发现我的视频里边 我会尽量用不同的其他的设备 去搭配组合 我要测评的设备 去获得不同的音色效果 让这个视频听起来更加的多元和全面一点 也可以更好地突出它的一些特色 然后就是大家如果看那些有一些产品推广的视听视频 它没有过多的产品的介绍和使用感受 纯粹只是演示的话 你一定要想清楚一个问题 就你觉得这个东西好听 到底是这个设备好听 还是这个人的视频音色做得好 它弹得好 以及它这个曲子本身好听 如果你把它使用的设备换成另外的设备 它是否还是好听的 这个才是关键 你如果用现在的设备 弹出来的东西是不好听的 你换了这个设备 大概率一样还是不好听的 所以你一定要理性客观地看待 所有这些非常顾炫的视听和测评 所以回到我自己身上 如果我真的想买一个设备 我去看测评的时候 我也会看大量的测评 但是我只看两点 第一个是功能介绍 其次是这个使用者的感受和评价 我不会花太多精力在这个视听上面 所以说到这边 我觉得一个好的测评视频 真有价值的部分 其实是在于这个测评人的使用的感受上 但是这个感受本身是否有价值 也有几个前提 就是这个测评人 他本身对于设备的理解是否是到位的 他对其他音色的理解 追求以及实际演奏能力是否是OK的 或者你是否认可他 并且他做这个测评的角度是足够中立的 对测评是足够用心的 那关于前面这几点 每个人有自己的判断 你觉得哪个测评人是真的靠谱 哪个测评人是不懂装懂 或他视频做的花里胡哨 但是他对于设备核心的判断 永远是说不到点上的 我在这边不过多展开 也请大家不要对号入座 但是我想说一下最后一点 就是这个中立的问题 在这边会有一个所谓的王自如悖论 当测评人的收入来自于测评对象的时候 如何确保测评人的观点依然保持中立 关于这个其实是一个挺尖锐和禁止的话 但是我想聊聊我的看法和坚持 首先我跟大家说一点 大家看到的所有打着天线测评 开头的视频全部都是付费商业推广视频 这个之前我已经的视频说过了 但是关于付费的视频的内容 我也是有原则的 我的出发点是这样的 如果是厂家主动联系我 要求我测评他们的设备的话 那我只接付费测评 我不接置换 我不接送册 我不需要设备 我只接付费的测评 因为在我的逻辑里边 是厂家希望借助我 对于其他设备的经验和判断 以及我在各个视频平台的 积累了口碑和所谓的人设 去让广大消费者和我的粉丝 认可我的音色和设备 使用观念的人 更全方位的去了解他们家的设备 增大设备的曝光量和话题度 然后我收取的费用 就是我在使用设备和制作分享 测评视频过程中 所花费的时间和精力 以及过往我对频道经营的付出 所积累的口碑的一种变现的形式 所以我想保持我的决策是中立的 我不会因为我品牌方给了我钱 或者说提供给我设备 我就无脑的魅着良心的去为品牌去站台 东西如果确实好 我一定会夸的 而且通常情况下 这些产品我都是非常喜欢的 但是同时如果这个东西存在问题 我也会比较客观的去表述出来 不会去恶意的黑 但是也绝对不会去无脑的吹 如果你想看我视频的话 我相信你对我的风格也是我自己的判断 并且我和品牌方的合作 仅限于这个测评本身 这个测评之后 这个产品卖的好或者不好 和我办法的关系都没有 我想做的是个第三方的监测机构 品牌方付的是我的这个鉴定和测试的费用 那买的是我的时间和精力 我的对于其他设备的经验和口碑 以及我演奏吉他和制作视频的这个技能 而不是付费让我去做营销广告 所以这段时间我也遇到过一些厂商来找我合作 然后我在合作之前明确表示 我这边是第三方独立的测评 不是广告 你这个产品给我是好是不好 我都会说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然后转头我就看到过段时间 网络上有一大堆 一味的吹这个产品好的测评出来了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 如果厂家愿意让我进一步保留设备 或者说进一步的 有其他方式的合作 那肯定是最好的吧 你送我东西干嘛不要呢 但是如果厂家要求视频做完以后 归款设备 那我也是一定会寄回去的 因为东西本身是借给我的 而且实话是说 我也不缺这些设备 我发不着为了白嫖一些设备 就去柜田品牌坊 那并且我的另外一个就是说 我测评的东西 我一定会使用尽量长的时间 短的话一个月 长的话可能是好几个月 因为很多问题和感受 只有长期使用还会判断出来 在这边我不得不说一下 有一些频道 测评上面做的贼快 因为我大概清楚厂家 是什么时候开始找这些频道 开始做测评的 然后大家大概什么时候 拿到这些设备的 然后基本上隔天 或者说隔几天就有人上架视频了 可以说是拿到手立马拆开 就立马做这个测评了 我能理解 测的越快 越快的可以拿到佣金 或者越快的可以 把设备去变卖去变线 也可以接更多的测评 那对于厂家来说 也愿意去找这些 效率贼快的频道 去合作配合他们推广 但是这样测评的方式 真的可以用心去体会到 设备的一些细节吗 会不会有些不太负责任的 那这样走马光化的 比较浮于表面的测评 真的可以帮助到消费者吗 所以当测评变成一门生意以后 对我们从业者来讲 本身是一件好事情 评本是掐饭 天经地义 但是我希望有些同行 你吃相不要太过于难看 如果最后变成所有的测评 都是点到为止的 或者单纯的吹盆 做的和商业广告一样 在视频里边通过各种方式 去过度美化产品 营造出来一种 与实际不符的幻觉 然后消费者在消费以后会有落差 对测评不再抱有信任 那这样对于这个整个行业的 可持续发展来讲 是很有混变性的 所以最后我想说 我觉得大家去看测评的时候 一定要首先选择 你可以信任的测评人 你熟悉它的风格 它的偏好 它的一些观点和认知 是你认可的 然后适度忽略掉一些 与测评本身无关的 视频制作上的装饰的元素 然后合理地去参考视听的部分 并且更多地去关注测评人 对于这个设备的使用感受 和一些观点 与此同时 多看一些不同的测评 去看看大家的观点 是否有一智会不同的地方 最后还是最好结合 自己的实践的尝试 去下判断 自己是否要购买某个设备 OK 说了这么多 希望这视频对你有帮助吧 谢谢斯凯天老师 那下期节目再见